图片 网络 文章 必读历史 晋国在羽群、楚、齐三国经历了不下百次 长达近百年的争霸战争之后 曾经立于春秋树国之中成为一霸 而在后来慢慢的晋国内部的清族纷争 因为晋道宫的去世开始不断的升级 甚至开始出现了清族之间 你死我活的迹象 但是这时候的晋国晋后晋平宫 却对此无计可施 晋国在经历了平阴之战之后 中军帅巡演叙事了 而范宣子世盖继位成为中军帅 而这时候 清族的斗争就开始了 其中最严重的要鼠卵是和范室之争 在最初两家本来是联盟关系 但是在千言之意中 范宣子之子被鸾眼眼陷害 逼得逃到了秦国 这让范宣从此与卵室结仇 而在当时鸾眼已经去世 其子鸾盈代替鸾眼 继任夏卿 而鸾室的是老周斌与鸾宣的母亲思通 因为惧怕鸾宣向他们问罪 所以陷害鸾宣说打算谋反 并且想要彻底消灭范室 本来范室就对于鸾室十分记恨 在听到这样的谣言之后 根本没有续想 直接就开始了内部的纷争 首先是将鸾宣派出铸城 随后杀光了鸾宣的党羽 只有数人得以逃离 鸾宫爱逃亡之中 先到达了楚国 之后跟随幸存的党羽一起逃往齐国 而在齐国那里 齐庄公看到晋国内斗 已经激烈到了如此程度 终于等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于是偷偷派人将鸾宫志取卧 希望能够和鸾宫一起理应外合 虽然鸾宁本人所做的风浪 并没有让晋国伤筋动骨 但是齐国在晋国处理内乱之际 迅速出击 开始了对晋国的攻击 齐国首先攻占了晋国的蜀国卫国 随后立刻东进攻打晋国本土 晋国东边要占昭歌 被迅速攻陷 齐军随即兵分两路 一路控制晋国通往昭歌的显暗要道 另一队则直登太行山 一路西进攻打晋国国都附近的行庭 这一战让晋国部队损失惨重 在齐国撤军之际 甚至还在沁水建金关 也就是用战场上的敌人尸体累出了一座种 这一战对晋国的打击太过巨大了 不仅仅是简单的跌落霸权之位这么简单 甚至直接触动了晋国的根基 让晋国彻底开始了衰败 在近百年的征战之中 晋国的蜀国跟随晋国南征北伐 但是真正分到他们手中的利益 却少之又少 而小国的国力和军力人口 并不足以支撑如此之大 而且时间如此之成的战争开销 这让晋国的蜀国叫虎连天 一直希望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局面 能让自己安心发展 但是晋国在后来的战斗之中接连失利 而且蜀国也跟住一起遭了殃 再加上晋国国内清族的纷争越来越激烈 让晋国国力大减 各个蜀国和清族 也开始在私下里决定对晋国被刺 以脱离晋国 目前名义上对蜀国和权力的控制 但是真正的内乱 却是以为一起小事而被挑起的 首先是赵家内部因为一点矛盾 出现了纷争 因为赵央想要向赵武所要为国的进贡来充实自己 而赵武没有立刻答应 这让赵央恼羞成怒 杀害了赵武 随后赵家内部开始分裂 赵武的家族开始叛变赵氏 赵央于是起兵 并向其他清族请求援助他评判 但是赵武是中杭文士的亲戚 而且中杭文士还和范氏有联姻关系 所以都拒绝起兵 并且开始对赵氏进行围攻 赵央不得不逃到晋阳 开始联络其他几家与自己交好货与范氏 中杭文士交悟的清族 进行联合 韩、赵、魏、智、四家在经过商讨之后 打算一起攻击范氏和中杭文士 而其中也是各怀鬼胎 都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 所以在接下来的八年之中 总共进行了近十次战争 在最后范氏和中杭文士 不敌四家联军 被逐出了晋国 而在灭掉这两族之后 智氏成为了最大的清族 开始对另外三家清族实施压迫 而在这之后 赵氏不肯听从智氏的命令 而被智氏攻击 在紧要关头赵氏 暗中联络其他两家 希望他们能够看清局势 这样下去智氏一家 独大大家都会被智氏消灭 于是三家联手开始反攻智氏 智氏最终灭亡 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之后 晋国宣布破产 在清族最后只剩三家的时候 晋国名存实亡 真正在晋后管理下的城市 只剩两城 而其他三家彻底瓜分了晋国的权力和土地 甚至可以说都策利为后 他们也就是后来的赵国 魏国和韩国 在这之后昔日的霸主彻底灭亡 战国时代终于到来 宣告 本文由必读历史原创 喜欢历史的朋友欢迎关注 每天分享历史故事 人物事迹